厨房里社区志工妈妈们 一如往常的烹煮料理 尽管社区关怀剧电 所有的活动已宣布暂停 但大家依旧照常来到社区 期盼让剧电长辈们 乖乖待在家 避免外出染疫 也让他们能够吃得健康且营养 天班的过程当中 我们油管会让我们不管是送餐 还是电话访问还是访试 我们都有加强 再一次的加强管理 也能够保护我们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 不管是他们的营养也好 还是他们的生活 我们都可以绞买到 不用说有状况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到达做 尤其是很多都是独居 需要人照顾两老独居的状况 社区这边也要特别关心 随着疫情持续的攀升 社区关怀剧电 所有的活动暂停办理 让长辈们无处可去 十分的欲诛 打包好后 有五位职工分煮 酱热腾腾的便当送给阿公阿嬷 趁着送餐时间关怀长着 同时也能够照顾长辈平日的饮食 将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先议员蔡明轩表示 挺客后的长辈们不止失去生活重心 也可能没有正常的饮食 感谢避风社区这么用心照顾长辈 兼顾防疫与长者照顾 让外出工作的子女能够放心 社区还是非常用心 改用电话问安 跟我们送餐的方式 持续来照顾跟关心我们的这些长辈 明轩这边也要肯定我们的社区的理事长 跟我们的志工 还是很用心的 在为我们的长辈做一个着想 明轩也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可以赶快恢复我们的尸体课程 让我们的关怀剧电 这些长者 可以赶快回到我们的关怀剧电 来做一个学习 理事长杨玉萍表示 虽然社区关怀剧电暂停活动 但改以电话问安居家访式 及送餐等方式 进行关怀服务 让老人家们不孤单 也让家属安心 记者洪一伦 草团阵采访报道